同样 非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欲望 可是我们基督徒呢 也有基督徒的欲望 甚至在教会当中服侍了 也会有服侍当中的欲望 那 我很喜欢做这个 就是有这个日程的安排 那我这个人是喜欢 把接下来一个月的工作都已经排好了 我有一件特别让我很痛苦的事 就是我不希望被打乱 那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日程被打乱 约好的事儿它又没了 然后没约的事儿它又突然来了 这是让我常常觉得很痛苦的事 感觉到什么呢 就是感觉到好像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人生 甚至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服侍 服侍的时候也是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次主日的早晨 大概还没有到六点钟 可能五点五时 还没有到六点钟 就有人敲门 我们教会一个姐妹 她到我们家来敲门 她说 牧师啊 我今天有特别的感动 想来特别找你这个交通 我有点抓狂啊 我说我这个主日崇拜马上要开始了 对吧 我妻子也说 不要六点钟来敲门嘛 对啊 因为在我们那六点钟敲门 那通常都是警察的嘛 你不要吓人嘛 你还六点钟没到 你就敲门 但是后来呢 我读到一本书 一个牧师写的 他讲到一段话特别的触动我 他说呢 一直以来我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日程被打扰 我侍奉神我也有我的计划 对不对 我侍奉神我也很希望 就是要做成一些事情 我觉得上帝对我是有托付的 所以我有规划的 可是呢 他说这么多年来 我总是发现我完成不了 我想做的事情 总是会不断地被搅扰 可是他说 我侍奉神三十年了 那直到最近的这几年呢 我才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蒙招呢 就是来被打扰的 我这一生蒙神的呼召 就是来被别人打扰的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这句话呢 也忽然让我意识到 我在侍奉当中 也是有欲望的 我在侍奉当中 也是有我自己 想要满足的东西 想要实现的梦想的 所以呢 我想对着 弟兄姐妹讲的故事呢 就是你们都有读过 安图生的童话 不是安图生的 是那个 对渔夫 和金鱼的故事 记得吗 那个渔夫的老婆 她起初的愿望啊 很小的 她只想要一个新的木盆 家里有一个新的木盆 可她得到那个木盆以后呢 她马上就想要一间新的木房子 等到有了那个木房子之后呢 她想做贵妇人 可是等到做了贵妇人之后呢 她想做女皇 然后她想做海上的女霸王 让那条能够满足她一切愿望的金鱼 能够做她的奴仆 你知道做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啊 是因为我们相信那条金鱼 我信金鱼啊 全能的神 创造天地的主 他能够满足我 他能够满足我一切的愿望的主 你知道信主的人最可恶的是什么吗 你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 给你三个愿望 然后呢 第三个愿望呢 一定是请再给我三个愿望 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 信主的基督徒也是一样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那条能够满足我们欲望的金鱼 成为我们的奴仆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打算 要成为那条金鱼的奴仆 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 让那条金鱼成为他的一切欲望的奴仆 他们相信那条金鱼 这是他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 但是当他们说 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相信那条金鱼 会为他们而燃烧 他们从来就不相信 自己要为那条金鱼而燃烧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受过喜了 你也参加教会了 你有实意的奉献 我前不久听到一个 关于奉献的小故事 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妈妈 她抱着一个小孩 小孩在哭 有一个姐妹坐在她旁边 就问她说 你小孩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吗 那小孩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她就说 我的小孩最近正在长牙齿 正在长牙齿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姐妹的丈夫就坐在旁边 另外一个长凳上面 那个丈夫脸上的表情 跟那个小孩有点像 跟那个小孩有点像 很痛苦的样子 然后这个姐妹就说 那你丈夫怎么了呢 她其实说 她正在做十一奉献 你们知道在英文当中做十一奉献 跟长牙齿有点像 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受过喜 你也做十一奉献 你在教会也有十一奉献 虽然有的时候表情很痛苦 你也参加教会 你可能在教会当中也有服事 但是小心啊 你所信的可能不是耶稣 你信的是那条金鱼 所以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万物 这是一句很惊人的话 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 这一句很惊人的话 那我讲到圣经当中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对比 昨天的故事里面 财主跟拿撒怒是一个对比 对吧 那在这节经文当中 你也会看到一个惊人的对比 那第一呢 这边是谁 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耶稣 那另一边是谁呢 是我们众人 我们众人 在我们跟神的儿子之间 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 还有第二一个 这边是神的儿子 那这边呢 这边是万物 天下万物 在天下万物和神的儿子之间 也有一个呢 对照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层的一个对照的关系 那第一呢 那我们看说 保罗的意思是说 信仰是一个赏赐 保罗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一个白白的赏赐 因为这里说 白白的赐给我们 对吧 他说 如果你有了这个礼物呢 我们都听过这首歌呢 叫有一件礼物 对吧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 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给目道友 常常会唱这首歌 保罗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了这一件礼物呢 你就等于有了所有的礼物 对吧 有了耶稣就有了什么 万物 对吧 那如果反过来呢 我想反过来 可能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反过来 保罗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拒绝这一份的赏赐 你就会失去天下万物 所以这里所表达的一个焦点是 基督与万物都相连 基督与万物相关 就好像耶稣说 他与父相连一样 我与父原为一 有子的就有父 没有子的就没有父 没有人可以说 他相信上帝 但他不相信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 你知道吗 跟其他许多的 犹太教啊 还有伊斯兰啊 或者还有很多人 他们说我也信上帝的 可是耶稣说 你是一个罪人 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呢 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见上帝的面呢 一个罪人 他要么不可能认识上帝 要么他真的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他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击杀 他唯一的结局就是被这个烈火所焚烧 所以耶稣说 只有借着我 只有借着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只有借着那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 但是他却来到我们当中 成为和我们一样的罪人的 奴仆的样式的那一位耶稣 有他才有父 那这里呢 这里的意思呢 不是在强调有耶稣呢 才有父 这里的意思呢是强调 基督与万物是相连的 有了耶稣呢 才有万物 那意思不是说 上帝与他的受造物 在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 上帝与他的受造物之间 有绝对的界限 但是这里是说 万物呢 都是归在他的名下的 昨天上午我们讲到 全世界都是他的行李 对吧 物是跟着人走的 不过我要提醒你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物不一定是跟着人走的 物是人非 事是修 对吧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呢 依旧笑春风 对吧 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中的虚幻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 我们想追求一个物 永远是跟着你走的 这样一种人生 对吧 可是呢 物不一定是跟着你走的 物跟着谁走啊 保罗说 物跟着耶稣基督走 物跟着上帝的独生的儿子 创造他的创造主走 物不是跟着你走的 所以让我说 保罗的这一季的经文呢 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一个决绝的态度 那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呢 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我渴望追求呢 公义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 我在大学教了12年的书 我觉得呢 我也做律师 那我也写文章 我是做中国的宪法和宪政转型研究的 我常常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 我看我周围的同事 我觉得他们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在读书的 他们只是在做那一份的职业 我觉得没有几个人 是在真正的相信法律的公义的 我觉得没有几个人 是在真正为这个社会的不义 在努力的 我觉得我是 所以我觉得我很骄傲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那理想主义者的信条是什么呢 让我测试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的信条是 要么全部 要么全无 要么给我全部 要么什么都没有 我不要一半 我不要一部分 因为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我能够拥有全部 否则拥有一部分是没有价值的 这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 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有耶稣的万物都白白的连同耶稣 一同的赐给他 没有耶稣的 那么万物包括 包括你的头发 都要被拿走 信仰也是这样 要么全部 要么全无 信就信嘛 但是不要信得那么认真 信就信嘛 信一点点 不要信得那么痴狂 各位很多人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态度跟福音的信仰的态度 是截然相反的 让我说这个态度根本就是不信 所以各位 要信就来真的 要信就信全部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在这个经文当中 信就是把自己全部的交出去 信就是为爱刺狂 信就是被爱所征服 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癫狂 信他就是被他燃烧 否则就不要信 最重要的是 否则就不要假装自己在信 信仰比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理想主义还要决绝 你有没有看到保罗这一句话里面 是如此的决绝 给 是给的如此的决绝 给就连天下万物一同给 不给 不要 也是如此的决绝 你觉得听上去 有没有一点像 那个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话 失去的只是锁链 得到的是全世界 有没有一点像 那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们基督教绝对可以告 马克思是剽窃 因为他模仿的 我告诉你 世界上所有的理想主义的宗教 理想主义的主义 所模仿的 都是那一个真正的信仰 就是圣经 像我们所启示的 耶稣基督的信仰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我们自称信耶稣的 有的时候 我们连这个世界上 那种那种 道版的理想主义的 决绝的态度都没有 我们却自欺欺人的 告诉我们自己说 我已经信耶稣了 所以让我们再来读一下 这一节的经文 神既不爱惜 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统 白白的赐给我们 阿们 所以第二点 我要分享 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地方 不是将基督与万物之间 做了一个对等 做了一个连接 那在基督 神的独生的儿子 和我们这些人之间 也做了一个对照 让我这样说 在这节经文当中 有一个不正常的 一个交换 一边是神的儿子 对吧 一边是我们 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面有一个交换 天平的一头 和天平的另一头 是不对等的 这里说 神拿他自己的儿子 来换我们 这是福音的奥秘 这是福音惊人的地方 这是福音让你难以自信的地方 神说 他要拿他自己的儿子 来换我们 那第一呢 我常常读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因为这里说 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好害怕 因为我想 神如果连他自己的儿子 都不爱惜 他怎么会爱惜 王正方的儿子呢 我是王正方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是谁的儿子 但是耶和华上帝说 他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他怎么会爱惜你 他怎么会爱惜你爸爸的儿子呢 他怎么会爱惜我妈妈的儿子呢 但是第二呢 这里说 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是为我们舍的 为我们而舍的 那我又觉得很害怕 我又觉得难以相信说 难道我比神的儿子更宝贵吗 难道王正方的儿子 会比耶和华的儿子更宝贵吗 这怎么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这是你无法相信的 这两个命题都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命题都是没有办法继续推演下去 没有办法在逻辑上 让你很心安理得的 得出一个逻辑上的结论的 所以初代教父 有一位教父说 他说我之所以相信福音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福音是荒谬的 它是不合乎逻辑的 我不是要相信一个合乎逻辑 你知道吗 你给我证明一下 大前提小前提 最后你得出来一个 我无法推诿的一个逻辑上的结论 他说不是的 我信福音不是这样子信的 我信福音是因为 我看到了这个福音当中的荒谬 我看见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信的是那一个不可能的福音 昨天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 本来说 耶稣说你要舍什么呢 你应该舍掉一只手 你应该舍掉一只脚 你本来应该要弯出一只眼睛 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 福音的真正的奥秘 各位不是你要舍一只手 或者要舍一只脚 保罗在这里说 福音的奥秘是上帝舍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 各位交换都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 交换的逻辑是什么 交换一定是以一个较低的价值 去直换一个较高的价值 即使你事后觉得很愚蠢 哎呀我怎么买了这个东西呢 哎呀我后悔了对吧 但是当时你一定是 即使事后你觉得你的判断是错的 你当时一定是以你认为较低的一个价值 去换了一个较高的一个价值 这个是市场的奥秘 你知道吗 这就是市场的奥秘 因为买卖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给出去的是较低的 拿回来的是较高的对吧 他们自愿的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奥秘 你知道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因为这样才会有交易 对不对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亚当史弥发现这一件很奇妙的事 可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有一个的交换 他颠覆了这一个市场的逻辑 他颠覆了这一个 我们的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那个逻辑 他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法则 因为这里说 神用他自己的儿子来交换我们 各位 你都有听过绑架案对吧 有人抓了你的儿子 然后打电话说拿五百万来换 明天中午我们大概是几点钟结束 大概两点钟就会走了对吧 好 明天两点钟之前 拿五百万来换 不然的话呢 我把你儿子给杀了 你有看过这样的绑架案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绑架案 有人偷了你五百万 然后给你打电话说 拿你儿子来换 明天中午两点钟之前 你的儿子不来我就要撕票了 撕什么票 撕钞票 你听说过这样的绑架案吗 没有对吧 所以马丁路德呢 把福音称之为 一个发生在十字架上面的 甜蜜的交换 各位他所说的甜蜜 是指对我们而言 不是指的对耶稣而言 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甜蜜的交换 在十字架上 耶稣对你说 把你的罪给我 我把我的义给你 在十字架上 不属于上帝的归给了上帝 而不属于我们的归给了我们 这是一个颠覆了这个世界上的 以一切交换的法则 市场的法则 做生意的法则的一个交换 不可思议的 不对等的交换 马丁路德说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是一个甜蜜的交换 所以所有不信主的人 所有没有把自己交出去的人 他会说主啊 这样的一个交换是难以自信的 我不太可能相信 但是主啊 如果这是真的 我愿意 如果这是真的 那太好了 这不是糟糕到一个地步 让我不能相信 福音是好到一个地步 让我无法相信 在这个地上 各位让我说 你无论怎么追求 让物跟着你走 让你在今生 为你自己而燃烧 去建立你自己的帝国 去拥有你自己的东西 你在今生 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市场的法则 就是用你心目当中 较低的价值 去直换你心目当中 较高的价值 你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 当你没有遇到耶稣之前 你都是这样努力的 但是到了最后那一天 你发现你亏大了 你一生全部都赔完了 全部都已经烧尽了 在神的儿子 为我们而舍了 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见了另一种交换 我们看见了另一种燃烧 我们看见了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芒 这个火光 把整个黑暗的天空 把整个黑暗的世界 都照亮了 中国的古人讲一句话 叫做千年暗示 一灯即明 这个其实是佛家讲的话 佛家说有一间房子是黑的 那不管它是黑了一天 还是已经黑了三千年了 只要有一盏灯被点起来 这间屋子就亮了 那儒家讲一句话说呢 天不生种泥 种泥就是孔子 天不生种泥 万古如长叶 说中国的历史上 幸好有孔子这样的圣贤出现 要不然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 万古以来都生活在黑暗当中 所以呢 在2010年的时候 那我昨天讲到 家庭教会有两百位领袖 本来要去开普敦参加这个诺商会议 但是被拦住了都没有出去 但是呢我们写了一首歌 不知道你们当中 有没有人有听过那首歌 我们写给这个开普敦会议的 叫做《主爱在中国》 那首歌的歌词呢是我写的 普是另一个弟兄做的 那我就把这两句话呢 中国古人的这两句话呢 连在一起 万古长叶 盼基督来临 就是整个中国的文化 整个中国人在黑暗当中 在期盼着那一个的光芒 那一个光芒曾经一度照亮了地狱 那一个光芒曾经从耶路撒冷 一直照到整个的西方 就是整个的地中海世界 然后那个光芒来到中国 来到亚洲 它照亮这个千年的黑暗 它照亮这一个黑暗的天空 这是一个唯独凭着信心 才能够看见的光芒 才能够看见的另一种的燃烧 在整本圣经里面 称耶稣基督是光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里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直到启示录的最后 耶稣的门徒 最后一个还活在地上的门徒 约翰 而且是在他受逼迫的时候 他被流放的时候 他在异象当中 看见那一位再来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怎么描绘呢 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 我为你们来读 他说 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那在昨天的那个故事里面 描写了一个在火焰当中的人 就是财主对吧 信财民主的那个人 在火焰当中被焚烧 在痛苦当中的那个财主 而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 向我们描绘了另一位在火焰当中的人 他浑身上下 他的面目 他的脸庞 他的目光 如同火焰 同样的是一个在火焰当中的人 但是不是地狱的奶道 而是天国的降临 那一位仿佛人子的 就是人子 因为耶稣神的儿子 他曾自称为人子 当他被定在十字架上以前的时候 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 来 来跟从我 但是世人却不相信 世人说你有什么光啊 我没有看见你有光啊 我看见的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看见的是一个被整个以色列唾弃的人 我看见的是一个将要被压上十字架 我看见的是一个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我看见的是被人扔臭鸡蛋的一个人 有枪要刺透他的褪旁的一个人 哪里有光啊 但是当那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拔摩海岛上 约翰看见了降临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火焰当中 在荣耀当中降临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第二种的燃烧 这两样的燃烧加起来 这两个在火焰当中的 一个是在火焰当中沉沦的 一个是在火焰当中带来盼望 带来拯救带来光芒的 加起来就是福音 主连同万物和他一起赐给了我们 耶稣与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万物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呢 我刚才说一个甜蜜的交换 一个不公平的交换 一个令人难以自信的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交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罪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欠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欠了上帝什么东西呢 我们违欠一死 我们欠了一场审判 我们欠了我们沉沦的结局 好 把这个拿来交给耶稣 然后耶稣把他的生命 把他的道路 把他的荣耀拿来给我们 所以是的 福音是一个礼物 福音意味着白白的赏赐 那接下来呢 我要分享三点 来看这一个白白的赏赐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以赛亚书先知说 第六章第九章那里说 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他的名要被称为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 神与你同在 请注意 人生当中最大的盼望 人活着生命当中真正的幸福 就在于谁与你同在 比如说与美国总统同在 是很大的荣耀 对吧 但是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跟他同在 与你所爱的那个人同在 一辈子都跟他在一起 你追求的是不是这个 世人所追求的幸福 就是这个呀 要跟一个人同在 而且永远都跟他同在 那就是生命的价值 对不对 所有人在这个地上 所追求的 跟亲人在一起 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 与他同在 一直都同在 永不分开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 所追求的自由跟幸福 那 可是有谁是永远与你同在 直到死亡也不能分开呢 婚姻的试词里面说 直到死亡才可以分开 可是有没有一位 是直到死亡也不会分开呢 这就是弥赛亚的应许 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 那一位马朝当中的阴海 甚至我们看见 我们不是凭肉眼 甚至我们看见 在马尼亚腹中 在母亲的子宫当中的一个胚胎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就是上帝自己 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曾经在马尼亚的腹中 你用你的手比一比说 他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自大的 成为自微小的 自荣耀的 成为自卑微的 自光荣的 成为自污秽的 然后我们看见 然后我们一路的看见 十字架上荆棘的冠冕 所以我要分享第一点呢 是的 福音是一个礼物 是一个白白的赏赐 但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个礼物 第一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礼物 这一个礼物出人意外 一份好的礼物 总是出人意外的 礼物总是让人惊喜的 你有没有收到过 让你很惊喜的礼物 各位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吗 还是说惊喜不太够 有的时候有一些礼物很好 但是它不会令你惊喜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那是你配得的 因为你一直就想要这个 有一天 一个妻子 她丈夫回家 在这个背后 悄悄地藏了一束花 然后拿出来 给她的妻子 她妻子开心吗 她妻子好开心啊 真的是有惊喜 你知道她为什么有惊喜吗 因为我丈夫二十年 都没有给我买过花 所以很惊喜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惊喜呢 其实又没有那么惊喜 为什么 因为她一直就希望 她的丈夫给她买花 所以她心里一直觉得 那是她丈夫欠她的 她的丈夫一直都没有给她买 今天终于买了 她当然很开心 但是让我说 这个不是真正的惊喜 惊喜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那是你丈夫欠你的 因为你觉得那一样东西呢 是你配得的 让我这样说 如果你是一个罪人 你觉得别人应该对你好 你觉得我妈应该给我买这个东西 我的妻子她应该这样子 虽然我不知道她要送我什么 但是她应该送我点什么 对不对 我过生了 她不送我 我一直忍着 我都忍到晚上12点 我看到还没有动静 对不对 如果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动静的话 那我就要有动静了 对吧 她如果到现在 还不给我惊喜的话 她就会有惊喜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让我这样讲 她明天一天都会过得很难过的 如果你怀着这样的一颗心 如果你认为你所得到的 或者你没有得到的 是你应该得到的 那么让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无论收到什么礼物 你的生命中都不会有真正的惊喜 让我这样对你说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人是不是这样 你是否接受我的这个命题 你这一生从来没有收到过真正让你惊喜的礼物 虽然那样东西好 但是它没有好到那个地步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你配得 所以让我这样说 福音是这样的一个礼物 除非你认为你不配得 否则它对你不构成一个惊喜 除非你看见了你自己的污秽 看见了自己的不配 否则它好 不会好到让你惊讶 不会好到让你流泪 不会好到让你 你知道吗 让你的整个自我认知都被摧毁 它不会让你有如此强烈的满足 它不会让你喜出望外 各位这个成语很好啊 喜出望外 什么意思啊 这个喜是在你的一切愿望之外的 是在你的一切盼望之外的 各位我们的生命很可怜 为什么可怜 因为无论你得到了什么 你都从来没有得到过喜出望外的东西 因为你所得到的一切的东西 都在你的愿望之内 在愿望之内 得不到固然是一种痛苦 但是得到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快乐 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 它根本不在你的清单上 它根本不在你的盼望 你的愿望当中 但是你得到 那个叫喜出望外 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惊喜 有的时候我今年我的小孩 他十岁了 今年过九岁的生日 在过生之前 大概三个月之前 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东西 我说我要买这个东西 爸爸今年 你过生的时候就当生日礼物 然后我的孩子你知道吗 他已经知道什么叫惊喜了 他已经开始知道一个人要怎样 为自己来酝酿未来的快乐 所以他对我说 爸爸你把它包起来 千万不要让我看见 把它藏起来 藏到我找不到的地方 等到我生日那一天 你再拿出来给我 千万不要让我发现 千万不要让我看见 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计划好了的惊喜 对不对 我的孩子现在就知道 他说 他知道说现在就给我 没有那么快乐 你要包起来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再给我 我再拆开 哇好开心 对不对 所以让我告诉你 亲爱的那种姐妹 各位听福音的朋友 你在这一生当中 迄今为止说 收到的所有的礼物 你甚至很多时候 你很希望得到的 你的人生当中的梦想 你这十年 你一直在追求一样东西 当你追求到了 让我告诉你 那都不是惊喜 那都是你排练好了的惊喜 那都是你放在你的计划 当中的惊喜 那都是你认为 你自己配得的 因为你经过了努力 你经过了酝酿 你经过了筹划 但是福音告诉你 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真正的惊喜 除非你信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从来没有收到过 这样的一个礼物 你有的时候会说 哇太意外了 我怎么会收到这个 我一直都想要这个 既然你一直都想要 这有什么意外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算什么吗 因为你一直都想要 只是在你得到他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上 有点让你意外而已 可是福音指的 不是这样的一份礼物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它 它根本就不在你的愿望当中 它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你的人生的梦想当中 你得到了一件 完全出人意外的东西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忽然会明白说 为什么以前我从来都不想要 对啊 以前有人给我说过 但是以前我一直都拒绝 你只有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我 以前一直想要的东西 都不是我真正要要的东西 原来我以前从来不想要的 根本就拒绝的东西 才是我生命当中 真正应该有的东西 这就是福音 当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 你会欣喜若狂 超过你在生命当中 得到任何你所追求的东西 因为唯有这一件事 不追求而得到的 那我说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 在他一生中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一种真正的美妙的惊喜 他也从来没有过收到这样一份礼物的经验 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别人给出 这样的一份礼物的经验 让我说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礼物 你又把它带去给别人 那一种的经验也真是美好无比 所以有的时候福音的朋友 你们不要责怪你们的基督徒的朋友 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想向我传福音 所以让我这样子说 你知道吗 送这样的一个礼物 也感觉好极了 你的一生当中 如果没有信福音 你从来没有送出这样的一个礼物的真正的快乐 这样子的收到礼物的经验 无以伦比 这样子的送出礼物的经验 也无以伦比 因为耶稣说 施与笔寿更为有福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让我得出一个结论 无论你多么的有钱 无论你今生是多么的成功 如果你从来没有送过这样一份礼物给别人 甚至让我说 无论你是多么的爱你身边的那个人 但是你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份出人意外的礼物 送给你今生所爱的那一个人 那么你的富有 你的爱 你的成功 对他而言 对你而言 其实毫无意义 你这一辈子白活了 你爱他 你也白爱了 但是反过来 无论你是多么的贫穷 无论你在别人的眼里 看起来生活是如此的失败 无论你在别人眼里 你被这个世界藐视 但是如果你曾经收到过这样的礼物 并且你曾经将这样的礼物送出去 给你生命当中你所爱的人 那么保罗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宣告 你就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你就是天下最有丰盛的生命的人 十字架上的这一份礼物 福音是一个惊喜 因为你要被他吓一跳 因为你要大大的被他震惊 甚至你的整个生命要被他颠覆 震惊 颠覆是真正的礼物的一个条件 注意啊 不是你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终于成就了 福音意味着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彻底被他打碎了 彻底被他颠覆了 你得到了一个你从来不曾期望的 而你所期望的都被十字架击碎了 这样的人却是真正信耶稣的人 如果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让我说 你还没有真正的遇见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你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他 跟随他 向他悔改 甚至让我说 如果你说我听过福音啊 但是我不太感兴趣 我拒绝了 甚至让我说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拒绝过他 你没有真正的拒绝过他 因为你不可能拒绝于 你从来没有遇见的耶稣 因为你所拒绝的那一位 并不是真正的耶稣 你抗拒的只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位耶稣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他 有的时候我听一个木道友跟我说 他说我不相信耶稣 因为我说 我说你说说看啊 你说说 你不要找我说了 我不信耶稣了 我说不是啊 我想弄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信的那位耶稣 到底是谁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说你不信耶稣对不对 你不信的那位耶稣 你跟我说说 他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跟我说 我不信耶稣吗 因为你们说耶稣是怎样怎样 哦 我听完了之后说 我终于找到跟你的共同点了 你不信的那位耶稣 我告诉你啊 我也不信 但是让我告诉你 我信的那位耶稣是谁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向每一个人传福音呢 包括最终那些不肯相信耶稣的人 因为各位我想让你们知道 你不相信的那一位到底是谁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拒绝的那一位 你到底拒绝了谁 不然很有可能 你不相信的那一位 其实我也不相信 因为你没有得到一个机会 你不但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去信 甚至让我这样说 你甚至都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机会去拒绝 你都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机会去怀疑 所以来吧 一个真诚的追求者 寻求者 甚至一个真诚的怀疑者 应该真诚的来认识那一位耶稣 来认识那一位圣经所启示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然后你可以说我怀疑他 然后你可以说我拒绝他 只要你能够 只要你能够确定你怀疑的那一位 是真正的耶稣 只要你能够确定你所拒绝的那个福音 是真正的福音 而不是道听途说的 而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他 你却说你拒绝他 那么主耶稣会对你说 来吧 来吧和我辩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起初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呢 他们不是一直在盼望弥赛亚吗 他们一直都在等待弥赛亚 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们这就是惊喜啊 我一直在盼望弥赛亚 我都已经失望了 因为有四百年了 弥赛亚都没有来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现在弥赛亚来了 这应该是惊喜 可是为什么他们拒绝呢 答案是因为 答案是因为耶稣不符合 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 耶稣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想象 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条件 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说 哎呀 谈恋爱好难的 为什么就没有神 给我预备的那一个弟兄呢 为什么没有神 为我预备的那一个姐妹呢 我说因为你条件太多嘛 对不对 神为你预备的 你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不符合我的条件嘛 因为你列了二十个条件 你把它砍掉十八个 可能神预备的那一位就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以色列人拒绝耶稣的原因 因为他们列了 关于弥赛亚的条件 他们想象了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 比如说他们以为弥赛亚应该身高一米八 但是可能耶稣没有一米八 对不对 他们想象弥赛亚来应该是穿着什么 穿着紫色的袍子 因为紫色的袍子代表什么 君王 皇家的颜色 但是耶稣基督来 他穿的是破麻布 谁都不符合吗 不符合吗 还有呢 他们希望弥赛亚来是怎么样呢 是要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 让我们不要再受欺负 但是那一位 弥赛亚来的时候就生在马槽当中 他们拒绝耶稣 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这份惊喜 他们说 有的时候我们说 不要给我惊喜 不要吓我 我有心脏病 当耶稣降生在马槽当中 这真的让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有盼望弥赛亚来到的人 吓了一跳 耶稣逃亡到埃及 耶稣退入旷野 接受魔鬼的思念 耶稣开始被整个以色列拒绝 耶稣成功地使整个以色列都拒绝他 耶稣成功地使所有的人都仇恨他 最后想杀死他 他成功地让所有盼望弥赛亚的人 都吓了一跳 最后决定拒绝他 因为这一份礼物打破了所有期待 这份礼物的人 对这份礼物的想象和期待 谁让我说 你怎样才能够信耶稣呢 除非你里面对那个金鱼的想象跟期待 除非你里面对一位救主的想象跟期待 对你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和规划 被他打破 除非耶稣的福音打破了你里面 对宗教信仰的想象和期待 打破了你里面说 我也希望有一位神 我希望有一位救主 他能够拯救我 他能够安慰我 他能够满足我生命中一切的需要 如果有这样的一位 我觉得信他也不错啊 你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又被那一位衣衫男女走向十字架的耶稣所打破 被那一位满含着所有的屈辱走向哥哥塔的耶稣 被那一位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的耶稣 并且对你说 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那一位耶稣所打破 所以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罗马人统治他们 他们四百年来不断地被兴起的这些帝国所统治 我们被他们挟制 弥赛亚来了我就不会再受苦了 我们要反抗他们 可是耶稣来了却对他们说 你们要悔改 你看到原因了吗 没有一个期待弥赛亚来临的以色列人 对弥赛亚的期待是说 哇太好了 我就等着弥赛亚来 弥赛亚来了我就可以悔改了 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这么期待的 快点来吧快点来吧 主来了我就可以悔改了 没有 他们的期待是 主来了我们就可以反抗这个世界了 主来了我就可以不受欺负了 主来了我就有钱了 主来了之后 罗马人就被赶跑了 所以他们的期待落空了 弥赛亚来了我们就不受苦了 弥赛亚来了中国人民就从此站起来了 所有的这些期待 所有的这些期待 怀着这些期待的人 他们听到了一个让他们痛苦的福音 你明白吗 他们听到了一个让他们痛苦的福音 因为耶稣向他们传讲的福音 最核心的信息是 悔改吧 而不是反抗吧 耶稣向他们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 放弃吧 而不是得到吧 各位 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反抗的年代 很多的中国人想反抗共产党 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希望通过这个大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来反抗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反抗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很多的儿女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 就是开始怎么样 反抗父母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无论是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反抗 还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反抗 以道德主义的方式反抗 还有很多人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来反抗 都是一种反抗 来吧我们反抗吧 我们通过反抗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通过反抗来定义我们自己是谁 因为你值得拥有 就是这个世界像我们所传的福音 但是当耶稣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他说悔改吧 停止反抗 悔改吧 停止得到 放弃吧 停止拥有 给予吧 虽然我这么说 为什么人们会拒绝耶稣 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自认为信了耶稣 但其实他仍然在拒绝耶稣 因为人们想要一个没有惊喜的耶稣 人们想要一个在他们的清单和愿望的 这一个范围以内的耶稣 而不是要一位不在他们的清单上面的耶稣 他们不想要一位会令他们震惊 会命令他们悔改和放弃这个世界的耶稣 他们要一个符合他们的想象 帮助他们去征服这个世界的耶稣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 福音要带给你的 是一种 不同的一种惊喜和兴奋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兴奋 如果有一件事情 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来临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我们排练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演出了这一场剧 我们终于拿到了奖 我们训练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打赢了这一场比赛 当一件事情按照你所期待的 并且你在里面付出了流了汗水 你付出了努力 最后当那个结果终于来到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 你会感觉到人生当中的价值 你认为你已经为你的人生付出并且燃烧了 你看到了那个燃烧的结果 你成功了 那个兴奋是你给自己发的一个奖品 你会告诉我还不错 你会告诉我我是No.1 你是为你自己而兴奋 你是因为你的欲望 你的追求 你的努力 你的奋斗 终于得到了满足 得到了成功而兴奋 但是我告诉你 福音是另外一种兴奋 福音是你今生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另外一种兴奋 耶稣要你单单的因他而兴奋 耶稣要你单单的因他为你所做的而满足 耶稣不要你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你自己打赢了一场球 你就跳起来欢呼 耶稣要你单单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你就跳起来欢呼 这是一种惨杂了怀疑 惨杂了抵挡 我不要惨杂了惊讶 甚至惨杂了惧怕 惨杂了我里面的挣扎的一种兴奋 让我说一个没有真正来信耶稣的人 一个没有真正在这条路上把自己全然地交给主的人 他一辈子都不会经历到如此 丰富的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非基督徒的情感的深度是很浅的 只有基督徒才会经历到在痛苦当中的怀疑 在怀疑当中的信靠 在信靠当中的挣扎 在挣扎当中的交托 这才是生命当中你知道吗 不断地从束缚当中走向自由 不断地从虚空当中走向真实 它令你惊讶到一个地步 这个福音令你兴奋到一个地步 它令你惧怕 但是它又吸引你 你能够确定你的兴奋 不是因为你的愿望 照着你所期待的方式来临 而是有一件比你自己更伟大的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位比你更大的 在你的生命中降临 他超越了你的想法 他也没有按照你所期待的方式 他也没有违背了你的意愿 但是他以他的能力 以他的方式降临 他说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你被他笼罩了 你被这样的光芒笼罩了 你被这样子的爱笼罩了 这就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 十字架上的光芒 如果你是主后第一世纪 当时的一个人 你听到十字架上的光芒 这个短语 你会忍不住笑的 因为这个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 就好像说这是一只白色的黑猫一样 十字架怎么会有光芒 十字架代表的是耻辱 十字架代表的是被这个世界拒绝 十字架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最底层 代表这个世界一切的失败者 今天在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一个词 你知道是什么吗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个词 就是你是资本家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 资本家是表扬的词 现在最可怕的一词 你是个loser 十字架是代表世界上一切的失败者中的 失败者的最低的端 十字架代表黑暗 十字架跟光芒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 如果你是一个第一世纪的人 你一定会这么想 但是让我说 如果你说我也听到福音了 我来到这里我去了教会了 我最近也在寻求信仰 我开始觉得说人真的是需要一个信仰 我觉得信仰可以让我的心里比较平静 我觉得信仰让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内心比较强大 我觉得信仰让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中国今天讲的一句话说 充满了正能量 信仰会帮助我解决我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事业停滞不前 我现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危机 我很孤单 我希望跟人建立关系 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人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 我遇到一个好大的麻烦 我在公司里面有人害我 有人作梗 我本来要升职的没有升职 我都需要有一位神进入我的生命 帮助我去面对 帮助我去处理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看福音的 让我说 你跟当年那些拒绝了耶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 因为你们所寻求的 都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 来帮助你解决你自己人生当中的问题 什么叫做成功神学呢 今天的教会常常软弱无力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软弱无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被这种或那种的成功神学所抓住了 什么是成功神学呢 如果有一个不幸的人 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会说 我要去找一个 我要去找一个人 在这个旧金山或者在成都 我认识谁谁谁 对吧 我们市委副书记 对不对 我知道 我们市委副书记 我们小舅子 他们妈一个小姨子 他们的同学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可以找他 所以他总是想寻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 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那我是基督徒 我跟他不一样 我信耶稣的 我不会去找那个地上的可见的有权有势的人物 我找耶稣 但是我所理解的耶稣 也不过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 找市委书记没有用的 找局长没有用的 找局长升不了职的 找耶稣可以升职 找局长这个生意还是做不成的 找耶稣 向耶稣祷告 这个生意可以做得成 各位请问你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 你所认识的耶稣 跟你所相信的福音 在本质上 跟那些不信的人拒绝耶稣的原因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们期待寻求 依靠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 来帮助你实现你自己人生的梦想 这就是成功升学 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 耶稣是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无权无势的人物 耶稣是这个宇宙当中最有权势的 最有能力的 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的方式 就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拒绝他的方式 就是他成为无人的 就是他成为卑微的 他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 让我这样说 他可以说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 是毫无影响力 他的出身 他的地位 他受教育程度 他完全没有社会关系 让我这样说 连他的门徒都比他有社会关系 当他被抓的时候 他有一个门徒 应该是约翰对吧 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悄悄地跟在后面 约翰都比他有社会关系 你知道吗 不然大祭司的院子怎么进得去啊 你进一进我们四川神委书记的院子试试 这有很多的解经家讲啊 虽然人家是打鱼的 但是呢 约翰他们家呢 应该就是加利利海边 一家很成功的鱼业公司 应该是大祭司的指定供货商 至少也是开淘宝店的 所以人家才能够进大祭司的院子 但是他所跟随的那位耶稣 连这点社会关系都没有 你知道吗 连这点社会地位都没有 各位你信的是一位无权无私的主 他喜欢跟妓女在一起 他喜欢跟税吏在一起 他喜欢跟罪人跟缺腿的和瞎眼的在一起 所以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告诉你是的 他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是创造天地的至高的上帝 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样式 他走了一条受苦的道路 福音的奥秘就是那一位有能力的 走了一条无能力的道路 福音的奥秘就是那一位荣耀的 走了一条羞耻的道路 如果你信他 你就不要以为你跟的是一位 有权有势的老大 他能够解决你今生当中的 一切所有的问题 好叫你继续的去过 你写在你清单上面的 那个人生的梦想 不是你跟的是一位一善男女的主 你跟的是一位 直到他再来之前 都会被这个世界嘲笑 都会被这个世界藐视 会被这个世界羞辱的那一位主 他说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但是这一个能力 在你的今生 却是透过无能所彰显出来的 是透过受苦所彰显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若不透过无能 若不透过受苦 就没有办法刺破 你生命当中一切的虚空 就没有办法把那个真实 摆到你的眼前 就没有办法让你盼望永生 让你知道永生 才是你要走的那条道路 所以有一位牧师说 苦难的意义是什么 所有的苦难 你生命中所有的失败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失败的意义是什么 苦难还有你会生病 对吧 谁说基督徒就不生病 谁告诉你基督徒的平均寿命 比非基督徒高 没有这回事 但是基督徒会生病 目的是什么 基督徒会遇到苦难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降低你对这个世界的期待 目的是降低你对这个世界的爱 目的是让你盼望永生 目的是让你在一条受苦的 屈辱的一条道路上 真正的经历 十字架的能力 真正的看见 十字架上的光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 那受苦的印记 与你这一身同在 如果受苦的印记 在你的身上 那么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就一定在你的身上 如果受苦的印记 不在你的身上 你修想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也在你的身上 这就是我们真正认识 基督福音的人 真正明白 耶稣为什么会走上十字架的人 我们要拒绝我们生命当中 这种或那种各种的成功神学 各种将我们与那不信的人 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混同的一种虚假的宗教 只不过人家信的是看得见的权势 你是你信的是那看不见的权势 可是你膜拜的还是权势 为什么耶稣要生在马草当中 为什么耶稣要钉上十字架 为什么耶稣要被全世界拒绝 耶稣要告诉你一件事 不要崇拜全世 不要崇拜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全世 不要崇拜成功 不要崇拜金钱 不要崇拜才华 不要崇拜政治的力量 不要崇拜资本的力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是一个可以被这个世界藐视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真实 可以被这个世界藐视 就是你拥有这个世界所没有的真正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可以被别人欺负 就是你所拥有的这个欺负你的世界 所没有的一种的能力 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我们教会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我们都做一个叫反堕胎的活动 我们到街上去发送这个反堕胎的单章 每年弟兄姐妹都会走上街头 然后我们也帮助一些未婚怀孕的很多的一些 好多甚至今天有很多大学生 帮助他们 然后劝他们生下孩子 如果他们不抚养的话 我们来在教会当中找这个家庭 可以来收养他们的孩子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他的爱显明了出来 我们呢 我们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问了 我们的会友 有50%以上的成年会友 在没有信主之前都有过堕胎 中国这三十年的社会的成功跟繁荣 是建立在超过两亿被屠杀的母妇当中的婴孩 因为我们不爱惜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自己舍了 所以我们有了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为了为什么呢 我们为了妈妈要保住这份工作 因为爸爸在事业上还要成功 因为我们有外在的社会上的压力 所以我们只能够把我们腹中的孩子杀了 你有没有看到 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孩子 为我们舍了 跟我们 没有一个中国人 与这个罪无分的 我们是杀人犯 你知道吗 上帝舍了他自己的孩子 来救那些杀了自己孩子的人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福音 所以我们教会 很多的弟兄姐妹 做这个反堕胎的工作 我们不是走到街上去告诉别人说 你有罪 你杀你的孩子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人前 我们在人前悔改说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在教会当中公开的做见证 讲到自己曾经的堕胎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有一年 因为每年我们都会 在街上都会被警察抓的 有一次他在一个医院门口发这个单招 然后被警察带上车 在警车上面警察就问他 你干什么吗 你是因为什么事吗 然后他就回答说 他说因为我是一个杀人犯 那警察吓死了 你是杀人犯 他说因为我曾经杀过我自己的孩子 我曾经堕胎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拿着这个 到这个地方来 来劝大家不要堕胎 因为我曾经杀人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保血赦免了我 我在这个两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全家带着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当时七岁 我们也走在街上 在六一儿童节上街的时候 我被警察抓了 然后当然很快两个小时就放出来了 然后回到我家里 我们辖区的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就在那个门口等我 副所长有点气急败坏 他说给你说了不准去 为什么还要去吗 然后他就向我们发脾气 他当着我的孩子 他就讲了一些很过分的话 他说他威胁我 他说万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漏死 然后呢 那我们小区很多人就围着 你知道吗 在旁边看着 我就问他 我说你把我漏死之后 能不能让我再复活呀 你要能把我漏死之后 还能让我活过来 爱福乐佑对吧 我不是耶稣了 我跟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你所跟随的这个世界 最大的能力 不过是能够把人弄死 而我所信的那一位主 我跟的是一个本事更大的 他被这个世界弄死了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说对不起 你的能力太小 很抱歉啊 我不能够听你的 因为你本事不够大 你只能够把人弄死 刀剑的力量 世上的权势 唯一能够使人惧怕的 就是那叫人死的力量嘛 可是那信靠耶稣的人 所跟随的是那一个叫人活的力量 因为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死了 就将那新的生命的力量赐给了我们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幻 活在对死亡的惧怕中 就是虚幻 活在对死亡的惧怕当中 就是束缚 从对死亡的惧怕当中 揍出来 从对世上的一切的权势的膜拜当中 揍出来 就是自由 就是真实 这就是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来呼召我们每一位 跟随他的原因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在被这个世界藐视当中 彰显出这个世界 所没有的能力和荣耀 那就是十字架上的光芒 那一位为我们而使的主耶稣 从一切的成功神学当中出来 从一切的对有权有势的追求当中出来 看见你在十字架上 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 现在你信耶稣了 现在你信耶稣了 让我说 耶稣从来没有允许 他要帮助你成为在今生有权有势的人物 甚至他从来没有允许你的婚姻会美满幸福 当然这要取决于你怎么定义 什么叫美满和幸福 最近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 这篇文章里面说 神说你知道吗 我的婚姻也不幸福 上帝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 因为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叫以色列 对不对 我的妻子背叛我 我的妻子与外人行淫 我用我的宝血将她赎回来 我为她流出宝血 请问我的婚姻幸福吗 我有一次生她的妻四百年都没有跟她讲话 但是我后来仍然决定 我仍然在十字架上用我的血 将那一位背叛我的妻子 如果你被他人蝶蝕不被他人理解 那么有一位被全世界不理解 被全世界蝶蝕和拒绝的上帝 在十字架上成为你的盼望 所以让我总结 礼物是一个惊喜 第一 那么第二 礼物会羞辱你 礼物会打破你的期待 礼物是很好的 但是我以前常常讲一个比喻 有些礼物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有些礼物会打破你 比如说有人跑来 给我说 我前两年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跑来 王牧师我要送你一本书 我说你要送我一本书 好啊好啊 我最喜欢书了 他说 我说你送我什么呢 他说 我送你一本叫 《怎么减肥》 我听了 我不是很高兴 然后如果有一个姐妹 她去找 张姐妹 张姐妹 我想送你一本书 你不是过生吗 送你一本书 我专门买的 什么书啊 如何成为一个不讨厌的人 或者 怎样才能够从骄傲当中走出来 你知道那个姐妹 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那个姐妹会跟你绝交的 你知道吗 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物 这本书很贵的 我在香港买的 专门带回来给你的 我不要 我不要 对不对 因为这个礼物会羞辱我 这个礼物 会告诉我 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你不会平白无故 你给张弟兄送一副拐杖吧 对吧 因为这等于告诉他 他是个瘸子 你也不会平白无故 给李姐妹送一副眼镜吧 李姐妹 我最近觉得你看什么东西 都看得不清楚 因为他告诉你说 你是一个瞎子 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物 神说 让我对着我们来寻求 要接受耶稣的人说 神说我要送你一副拐杖 因为你是缺腿的 神说我要送你一副眼镜 因为你是瞎子 神说我劝你什么 我劝你去买衣服 我要送你一件衣服 因为你是刺身怒体的 这样的礼物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福音指出了你的缺陷 福音指出了你的无能 如果你想接受这样的礼物 你就必须接受自己的无能 除非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被这份礼物所羞辱 因为这份礼物将重建 我在耶稣基督里 新的生命 新的身份 这就是上帝所说的 白白的赏赐 白白的恩典 你感到压力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感到压力 我会说你还没有真正遇见耶稣 你还没有看见 十字架上的光芒 所以最后我要分享一点 这个礼物是极其极其昂贵的 这个礼物太珍贵了 有的时候会说 哎呦你送我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因为我自己绝不会为自己买这样贵的东西 还有的时候你会说 我根本买不起这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层面上呢 我们不是在强调他的出人意外 也不是在强调他会羞辱你 他会指出你的缺陷 我们强调他的珍贵 我们强调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不对等的交换 用全世界最昂贵的 用全世界最宝贵的 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全世界最肮脏的 换来了全世界最卑微的 这就是保罗说 神使了他的独圣爱子来换我们的真正的意义 他颠覆了这个世界的法则 他用最宝贵的去买辣最卑微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以马内利的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再举最后一个比喻 太阳的光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看他的 特别是正午的时候会灼伤你的眼睛 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知道 那不如逆光 可是你背着这个光你见不到它 可是拍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黑影 是一个影子 但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有点侧光或侧逆光 那个时候你的脸上就有光 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 有点像天主教会里面 以前那些画的那些圣图一样 你会发现你的头上有一圈光运 很美的 你没有办法直视那一位圣洁的 公义的和愤怒的上帝 没有人可以与他同在 但是在十字架上 借着那一位耶稣光芒和燃烧 发生了一个转换 十字架上的那个光 照着你无法直视的那个光 现在变成了以马内利的光 现在变成了侧逆光 审判的 不能够让人洁净的光 现在变成了慈爱的 与你同在的光 亲爱的各位 如果你想 想来救这光 如果你想来跟随主说 他说他是世界的光 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 你的一生到了最后 不是拍了一个剪影 不是拍了一个逆光的黑影 而是在你的轮廓 在你的脸上 你在他的面光当中行走 你最后留下的是一张漂亮的照片 你的头发 你的耳朵旁边都有光芒 来吧 来信这样的一位耶稣 来跟随这样一位在十字架上 被这个世界杀死的上帝 被这个世界拒绝的上帝 除非你与一位 被这个世界杀死的基督统战 否则你就不能够与那一位 复活的基督统战 除非十字架上的光芒将你燃烧 否则等待你的 只有地狱当中不灭的烈火 除非那慈爱的光与你同在 发生一个甜蜜的交换 那慈爱的光替代 裸走了那愤怒的烈火 亲爱的各位 在这个主日的时候 我愿意你们知道 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两条 不同的命运 这两条不同的道路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爱的父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那光芒 就像起初创造的时候 你吩咐光从黑暗当中出来 主啊如今你也吩咐光 照在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身上 世人不认识你的光芒 世人用自己的才华 为自己造了一座不夜城 所以他们说 不需要羔羊做他们城里的灯 因为他们自己可以燃烧 因为他们自己就星光灿烂 但是主啊 摆在世人前面的 要么是地狱的烈火 要么是曾经连地狱都曾经照亮的 那十字架上的光芒 主啊 恳求你带领 每一个你所爱的人 听到你福音的人来 救你的光 让他们在你的光中生活 就像火中的荆棘一样 熊熊燃烧 却不被焚毁 愿你的儿女 在你的光中焚而不毁 好像但依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 他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当中 却有一位仿佛人子的 在他们当中行走 以至于在那火窑当中 熊熊的烈火当中 所行走的神的儿女 却毫发无伤 主啊 愿你在这个会堂当中 你看顾每一位你的儿女 在他们的一生当中 在你的光芒当中行走 在你的光芒当中燃烧 却毫发无损 却焚而不毁 主啊 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成为他们所在的 对他们所爱的 他们家人的光 成为他所在的公司 所在的这一座城里面的光 因为有你 为他们承受了 那熊熊燃烧的烈火 感谢赞美神 听我们的祷告祈求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欢迎订阅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